在大网红直播间花450块钱买的只大龙虾 它真的值吗 先看视频 我们在外边饭店里得2000多万一只啊 2000万一只 超市里的话估计得 899% 得1000块钱 在外边买一只1000块钱 今天50个价格 498块钱 我真的做到让所有人吃得行一下 承认吗 是不是一条鱼的价格 改价 400 我给你一条送 饭店里面2000多块钱一只 去超市里面买也得1000块钱一只 经过几轮的改价 最终450块钱我买到了 真的老值了吧 而且是每个人都能吃得起 跟条鱼差不多的价格 我怎么感觉还是挺贵的 请帮我点个赞 OK 它说是过年送礼放的餐桌上特别好啊 我收到怎么都湿了呢 看一下几个角头在流水 我再拆开前一期啊 我是今天早上刚收到的 生产日期2022年11月8号 它说的是古巴龙虾呀 是古巴过来的吧 重量当时它说的是3到4级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好多人说别的地方更便宜 多少钱多少钱 其实这个重量的话 应该也差不多要三四百啊 但是肯定不是最便宜的 打开一下啊 我之前也在海鲜市场看过这个龙虾啊 这种冻的的话其实真不贵 是冰冻的 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啊 是不是古巴龙虾呀 你别说个头这样看起来确实挺大的啊 它说的是2.5到3斤 我再撑一些啊 1355克 比2斤半确实多一点 但是我一直往那看了一下啊 不到1500克的应该是 我当400块钱 我们把它做一下啊 直接当2000块钱一只的吃吧 这样肯定是不亏的 A few moments later 做好了 它这做法也超级简单啊 我只用水一洗 拿一蒸就可以了 但是我才做的时候 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咱们待会说 你别这样看起来 是挺大一只龙虾啊 特别霸气 我们拔下来看一下新不新鲜啊 一定还是凉的 再蒸一下啊 又蒸了半个多小时啊 它这个肉就这么一点 然后头是蒸大呀 这么老大一个 我那边有点肉啊 还有黄 我们先不吃 直接吃肉吧 看一下这肉 来试一下 哇 吃起来味道还不错啊 但是感觉就是很面 一吃就能感觉出来是那种冻过的 哇 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啊 比我想象的要难吃一点 它是会比较咸 它的肉还是挺多的啊 也挺结实的 它有那种海鲜自带的咸味 吃起来就不用加任何东西 就有味道 肉是一丝一丝的 这样一个龙虾估计多人吃饱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味道啊 就是吃虾的感觉 嗯 虽然一接近一半 我感觉我已经吃饱了 你别看它的尾巴挺小的 但是它的肉确实挺多 而且确实是那种紧实的 嗯 我在闯上它的爪子 它的爪子是挺小的啊 不像那种帝王蟹那种大爪子 看一下有没有肉 看一下它是这个样子的啊 感觉就不是那么新鲜 嗯 但是吃起来我感觉爪子里面的肉 好像比那个大龙虾肉好吃一点的 这个感觉更紧实一点 整个来说我感觉它确实吃是没毛病的 还是比较新鲜 你蒸出来就不会感觉到它是坏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放在餐桌上 确实还是能体现出面子啊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发现个问题吗 我在它直播的时候买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销量是三万 结果我刚才一去看 销量变成八千了 是不是都退了呀 大家觉得就这样子龙虾 到底是值多少钱啊